据记者了解 今年我国多项海洋装备也将加速升级换带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新年一史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即将迎来一次升级换带 将全面升级水下探测能力和精细化作业能力 主要是载人潜水器本身的一个轻量化 另外就是智能化的进步 为了更好地来服务海洋开发的需求 不止奋斗者号有了新变化 如今 中国造船业不断开发高端细分市场 一批高技术特种船陆续有了新进展 我国首艘自研大洋钻探船完成首次试航 预计今年交付使用 一款深海采矿车正准备开展深海测试 未来可用于万米海底的矿产资源开采 中国造船业正加快向深海开发迈进 新的一年 我们的船舶科研工作已经热火朝天的开展 中国造船现在已经在向多元化发展 不仅能够用到运输业 旅游业 我们一些各种各样的特种船 今后这些新船型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我们始终是会面对一些新的需求 深远海的发展自然会吹升很多特种船 已经实现了一个恢复性的发展 并且这个盈利水平在提高 从而也会带动整个供应链 持续健康的发展 今天也能够活吗 这个 beauty 有点福 一切召天 就飞着 也不客气